3月6日,武林正式发布,五门纯电SUV冰果PLUS,新车提供两款车型,510公里旗舰版和401公里旗舰版,售价分别为9.88万元和8.98万元,除续航里程外,两款车型配置功能完全一样,入手及旗舰。 作为一款PLUS车型,武林在冰果的基础上全方位升级,拥有更强的产品竞争力。尺寸比冰果整整大了一圈,轴距增加到2610毫米。 车身提供风暴灰,极光绿,量子黑三款配色。多达九处的低风组设计,让整车风组降低了13%,实际增加续航20公里。 全新设计的一字形LED灯组辨识度高,和普通冰果很容易区分。座舱采用360度轻浮软包设计,搭配空净率,暖沙白两款内饰配色。 8.8英寸仪表搭配10.1英寸中控屏,内置零锡系统。升级为电子怀弹后,仪表台进行了镂空化设计,呈现双层辅导效果,增加更多储物空间。 前排座椅可六项电动调节,后排座椅也各5比5独立放导。 对于同级超长轴距,后排腿部空间十分优秀。 后备箱延续了冰果上未受好评的下沉式储物设计,最大储物可达1450升。 动力上50冰果PLUS搭载75千瓦水冷点线电机,最大扭矩为180牛米。 百公里用车成本不到6元,快充30分钟即可补能80%。 在50冰果一年销量突破25万台之后,50冰果PLUS正式上市。 冰果家族组成的双车战略也正式成团,在8万至10万元级的A0G汽车市场,燃油车。 插混车,纯电池的比评将会更加激烈,而消费者的选择也将更加挑剔。 50冰果PLUS能否带来PLUS版的市场表现? 敬请市场和时间给我们答案。